斗罗大陆动画第169集预告放出,史莱克七怪和白晨香的考验正式确定,其中白晨香最低,只有黄级一考,唐三最高是海神九考,考验有时间限制,而且通不过会死,另外因为唐三是海神九考,所以惊动了海神岛大供奉波赛西,他即将登场,通过了海马斗罗的考验,接下来就是海神岛上真正的考验。 在海马胜注面前,史莱克七怪和白晨香将会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,其实就是神七子,也不过只是黑级考验,海马斗罗不过黑级四考,最高的海龙斗罗则是黑级六考,按照最终的结果来看,白晨香最低,只有黄级一考,本身白晨香的天赋远远不如史莱克七怪,还是只擅长速度的魂师,目前魂力应该是46级,考验难度也相当简单,需要马红骏帮忙完成, 黑级考验有四位,分别是戴木白,朱竹青,奥斯卡和马红骏,朱竹青的武魂暂时莱克七怪中算是比较一般,考验为黑级五考,不过朱竹青的魂力提升速度并不会比其他人慢,未来的他也会十分强大,戴木白,奥斯卡和马红骏都是黑级六考,这三位之中,也就马红骏还没获得第六魂环,不过凤凰五魂是顶级兽五魂,天赋自然不一般,如果马红骏努力一点,实力将会更强,奥斯卡就不用说了, 是斗罗大陆上第一位先填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,还是第一位拥有战斗魂技的食物系魂师,宁容容和小五都是红级考验,只不过宁容容是红级七考,未来有可能成为波赛西的继承者,如果说黑级考验还有通不过的人,那么红级考验通过绿江会是百分之百,小五则是红级一考,因为还没完全复活,小五具体的实力未可知,有可能等级接近唐三, 至于最高级别的考验,就是唐三的海神九考,自从唐三获得汉海乾坤账,加上对上深海魔精王之后,他已经被海神选中,拥有最高级别的考验,地位自然十分崇高,所以在唐三的考验确定之后,海神岛大供奉将会出现,99级爵士斗罗,海战无敌,进步神级的战斗力,就是唐成和千道流都要逊色几分,波赛西在预告中并未真正露脸, 图片之中那位女子有可能是海女斗罗,波赛西那么神秘,要看到他,斗罗大陆官方或许会放在下周,所有人的考验都已经确定,是莱克奇怪的成神之路即将开启。